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快八点了 我在这边看到一个旧房子 它这个门也是开着的 我过去看一下能不能住 这种大深山野林里边我还是不敢住的 因为它这个树林太密集了 怕有野生动物 这边是318 看这些树都应该好多年了 都长了苔藓了 这种大深山野林里边还能住个房子 多好啊 看树都烂了 现在外边下雨 有这个院子门是敞开的 有车车压骨的痕迹 但是也都很久了 这个窗也开着的 下边还有几堂房子 哇塞好味儿啊 这是喂牛的地方啊 这有个厨房 哎我去 笑一跳 这黑不容冬 这有人在这打地铺呢 没有电 这咋在这顿睡啊 这个窗也是开的 这是做核酸的地方吧 是不是做核酸的地方 看着像做核酸的 这是什么呀 哎呦 哎呦都是老鼠爸爸 这有一个鞋棍 这都没有电了 都给掐掉了 这屋也太有味儿了 住刚才那屋可以 把这屋收拾收拾可以 这屋可以能住 这里面像不像电视里面演的那种电剧惊魂 挺可怕呀 我刚走了怎么就出来两个人呢 这也太可怕了 这你说 你要是晚上在这一住多可怕 一个白衣服一个黑衣服 搞得像黑白不长似的 哎我去 刚才看到那个铁皮房 废旧的那个那个住不了 有两个人出来之后和我要什么麻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麻 然后我往前面骑了接近六公里左右吧 找了一个酒店的帐篷 它这个里边就是放一些废弃的一拉罐啊 小纸箱啊什么的 我打算把这块收拾一下 我把这往上面提一提就行了 哎呀一个手提不动 我把这个桶箱往上放一放 然后空出来 嗯空出来这一块吧 把它打个 哎呀 哎呀 去去去 后边太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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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边得有七八十斤 这个米饭好了 现在开始烧菜 现在外面又下雨了 幸亏有这个小蒙古包 还好一些 它虽然说是露天的 但是它不往里面滴雨 我把菜炒好了 吃点饭 去睡觉了 知道我为什么每次都放老干妈吗 是因为这个东西吧 还下饭 你要干吃水不拉搭的那种呢 它不下饭 肉稿里头 这个肉啊 把它靠干了 那种油 嗯 做出来 它上面是有 有肥油吗 把它靠干 干干巴巴 哎 放尖叫 然后放白菜 白菜我跟你们说 最好是大叶 哎呦 又屌了 哎呀 哎 都脏 嘿 对我刚刚想起来哈 这个如果白菜 抄下水的话 嗯 它是不是有点回锅肉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水 没有那么多汤汁 有没有点回锅肉的感觉 你们喜欢 看 是吧 把这肉 把这肉再煎糊一点 看我切得多薄呀 哈喽 关火咯 嗯 不说还行 这个白菜的水分太大了 真好 嗯 不鲜 刚才那个空房子为啥没住呢 就是那两个人我感觉看他挺凶声恶煞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也没有拍人家 我毕竟是拿着手机的 你要怼着人脸拍肯定不合适 哇 哇 哎呀 这个肉 真的 让我切得特别特别的薄 然后我还想 还是进县城吧 进县城比较安全一点 对吧 别为了拍视频 感觉不知道 这个白菜一定要吃这个大叶 你知道吗 他蘸汤汁蘸的特别多 我往后一口米饭下去 特别虾米饭 嗯 白菜一定要是放大叶 蘸上他的汤汁 吃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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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铁们吃完了 我要和大家说晚安了 再见 晚安 拜拜 晚安